哈囉 各位TVVS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新年快樂 我是Coco老師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關於金牛座在2024年要注意的有哪些喔 在2024年呢 木星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幸運星 進駐在金牛座的政財公位 所謂政財呢 就是包括像我們的工作啊 公司收入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 2024上半呢 金牛會覺得是一個民生啊 收入口風的一年的這個感覺喔 但是金牛座的朋友千萬千萬要注意 因為呢 有時候會不小心得意忘形了 在你順風順水的時候呢 你要盡量低調一點點 然後呢 這樣子 因為今年呢 其實金牛是有一點點也是有一點點犯小人的部分 所以當你太得意 太高調的時候 別人就會很容易在你背後說三道四的 講東講西的 而且呢 你的一些些小錯處就會容易被放大 所以呢 如果你覺得你有被什麼 同事陷害啊 背後講什麼 你在你心裡覺得說 這些人怎麼這樣對我的同時呢 你也去反省一下說 欸 我是不是有一點 有時候有一個太高調 太得意忘形的這個部分 那在健康方面啊 金牛要特別注意身心靈的部分喔 在我們春風得意啊 名利雙收的時候 特別注意身心靈也是要一起成長的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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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